莫尔与个数练习题 感谢汉林电子教科书动态图解的资源 同学我们来说说看 如果今天我点选的是彩球 数量选的是0.2莫 0.2莫的彩球相当于有多少个呢 好 0.2莫放上来 那么彩球的数量 就是6乘10的23次方的0.2倍 也就是0.2乘6得到1.2乘上10的23次方 所以呢 今天如果你有n莫的例子 不管这个例子是彩球 是银币 是晶圆子 或是水分子 你要去推算这么几个例子的话 你只要把n乘上6乘10的23次方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以彩球为例 如果今天点选的是3莫的量 那3莫的彩球是多少个 就是3乘上6乘10的23次方 也就是18乘10的23次方 换成科学记号更完整的说法 是1.8乘10的24次方个 我们点选银币 一样如果是3莫的银币呢 好 今天跟你是什么物质没有关系 3莫的物质它的数量就是3乘上6乘10的23次方 所以跟刚刚的彩球一样 个数如果都是3莫 那么个数都是1.8乘10的24次方个 如果我们把这个银币的莫数改成是0.8 那就不到1莫了 0.8乘上6乘10的23次方 那也就是4.8乘10的23次方个 金原子也是如此 0.8莫的金原子 那就相当于0.8乘6乘10的23次方 也就是4.8乘10的23次方个 那如果我有5莫的金原子呢 好 5莫那你就拿5乘上6乘10的23次方 30乘10的23次方 也就是3乘10的24次方个 换成水分子 液态也是如此 5莫的水分子 相当于5乘6乘10的23次方个 30乘10的23次方 也就是3乘10的24次方 那如果换成是12莫呢 那就不到1莫了 12乘上6乘10的23次方 也就是3乘10的23次方个 水分子